各位同學晚安,我們接著繼續上個禮拜講的三組生產大師的信息名字。 很奇怪,在禪宗剛開始的時候,很多的祖師其實那個時候, 玄莊大師的,玄莊大師的這個,我現在不記得這個年代了,玄莊大師的為師學應該是還沒有到中國。 那麼我們的祖師就已經知道六根門徒的事情。 那麼我們在《仁言經》裡面也提到了六根門徒的事情,很多的修行。 但是《仁言經》基本上,這個天台中智者大師在講這個天台指觀的時候, 《仁言經》還沒有到中國。那麼在《仁言經》裡面主要提到的就是六根門徒的修行的方法。 他有,他是用六根六乘六四,六根六乘六四,地水火風空四大,一共是二十五元通。 所以最開始的《仁言經》裡面講到的就是每一個,譬如說眼,眼就有根乘四三個,眼根修法,眼視修法, 就是我們六根,對的是六成,產生的六四,就是十八處了。 那麼在《仁言經》裡面最開始的修法就是講的這個《仁言經》是六根門徒的修法。 那麼他的那種修法跟我們禪宗的修法是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麼《仁言經》的修法呢,是從有違法開始下手的。 比如說我們講到那個呼吸,講呼吸,呼吸的鼻根。 那鼻根源通,鼻根源通跟鼻視跟鼻色,生,鼻子是聞到生嘛。 鼻子是聞到嗅,嗅覺嘛。 聞到嗅覺。 然後再聞到香味,這是一種修法。 然後呢,這聞的這個這個,聞性,這是一種修法。 鼻根,這是一種修法。 那么他基本上来说 都是从有违法的辞地去修的 那到了我们残门的话 就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残门也是六根门头 六根门头是在你 不能够执着在六根门头 而是要放掉六根的门头 但是入道的时候 破餐的时候是从六根门头破餐 不曉得大家懂不懂的意思 我讲的意思 比如说有违法的修法 我们就关着呼吸 呼吸来呼吸去 这是有违法的修法 是你在坐意在关 那么无违法的修法 我们残门就跳出去 因为我们残门认为 这是一个鬼库里在做活计 所谓鬼库里在做活计 鬼库就是我们身体 去感应 去了解我们身体的反应 的各种状态 这叫鬼库里做活计 就很多禅宗的语言 大家要懂 那么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残门的话 在修行的时候 是必须要跳过这个 跳过这个身体的触觉 身体里面的六根六成六四 产生的八处 产生的这些气脉 产生的这些东西都要跳过去 不能够去执着的 尤其我们在参话头的时候 参话头的话 基本上来说 它一定会产生身体的反应 那么身体的反应 有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属于气脉的反应 一种是属于物质的 一个是属于精神的 这两种反应 那么在这个残门的修法里面 那么就不能够执着在这些东西 比如说即使产生的八处 痛 麻 痒 重 轻 重 缓 等等 一种有八种 八种在残羞中间产生的触觉 这个触觉是你在那边 只要你静坐在那边 你身体里面一定会有反应 为什么身体里面会有反应呢 因为第一个呼吸是动的 第二个血液的循环是动的 第三个气脉的流动是动的 那么在动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可能静的 所以在静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 你可以感觉到你在动 比如说你现在 平常你不感觉到怎么样 你如果坐在那边 很安静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心跳 听到你自己的心在动 脉搏在跳 你可以感觉到血在流 你可以感觉到 那这个都是在 这都是一个你在定里面 所了解的东西 你可以知道 你身体的一个反应 那么残门的话是绝对 绝对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 来这个修行的 用这种方法来修行的话 你就落到定里面去 我们残门是不能够用定的 一定要用破的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 所以残门的独特的方法 就是你要给你一个疑团 给你一个疑团 给你一个疑情 给你一个话头 然后你去站里面掺 在掺的这个中间 掺就是把你的意志 集中在一个话头上 一个问题上 一个疑问上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因为身体 你过度的集中之后 你会产生一些触觉 产生这些触觉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 跳过这个触觉 跳过这个触觉 最后破的时候 是因为外在的这些触觉 而让你流产 这个就我们残门的组织里面 群人脑上 从这个杯子破了 听到声音了 捏个鼻子了 等等了 这些破了 那么 刚才这个Michael 在解释这个象军事 说他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他说这个二组 跟这个慧可禅师 跟象军事两个通过信 象军事提出几个问题 然后慧可回答他几个问题 然后他就得到了秘词 就算是误到了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疑团 很好的一个疑团 你可以往下去掺 你可以往下去掺 这个到底是误了还是没误 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东西叫做残疾 因为当你写这封信出去的时候 当象军事写这封信给二组的 提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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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Michael 你写封信 提给我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你提出很多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 那是你的脑袋已经在思想在思想 考虑在考虑 遗情在遗情 怀疑在怀疑 然后你的自己已经在开始做了很多的思辨的考证的能力 你听懂了没有Michael 这个时候你就给你自己创造了一个残疾 创造了一个疑团的残疾 你们要听清楚 我现在给你们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问 这个 就跟这个我们我们就来这样讲吧 就是这个马祖道一跟这个百丈禅师 马祖道一人家来问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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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 就是讲 讲的严谨记里面生成 是怎么样去入到了生成 从耳朵里面 去 闻 闻到 听到了这个声音 而 产生物 产生这个开悟 这叫做生成 从生成入手 有一个 有一个法师去 问这个马祖道一 马祖道一就跟他解释 那时候百丈禅师是小和尚 在旁边 他就起 你们两个人这样一讲话 一个问一句 一个假一句 他就误导了 马祖道一说 OK 你误导了 这个百丈禅师就怀疑了 他说师父啊 这个人 就这样跟你讲两句话 他就误导了吗 是不是啊 这是 是不是这个刚才 Michael提出的问题 相军师回个信 就误导了吗 那 马祖道一就把 百丈禅师骂了一顿 那百丈禅师呢 小和尚 脾气也挺大的 忽导忽导了 就跑出去了 一跑出去 刚好外面有很多鸭子 鸭子一飞起来 那小和尚突然就悟到了 这不是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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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马祖道一 就把他鼻子一捏 身在哪里 心在哪里 这个故事 我们看禅宗的故事 很多人是看不懂的 尤其是学者更看不懂的 那些下山难的 那学者 不管你是这个 胡适之也好 或者是你一些 这个那些 他不是在研究禅宗 他是在研究禅宗的文字 那么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问题 诶 相军师这样就算误导了吗 写封信给你 你一看 误导了 我要跟你们解释的 就是残门的唯妙 就在这个地方 残门的心法的唯妙 非常唯妙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 就当你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 你不是随口问问 很多俏皮 耍嘴皮的 这样就误导了吗 耍嘴皮 那个不算 因为你没有经过你的心理 去怀疑 产生一个疑情 如果你产生了这个疑情 疑问 而这个疑问 往下问 奇怪 这样子就算误导了 那这样也算误导吗 鼻子捏捏也算误导了吗 听到这个什么炮竹声音 也这样误导了吗 杯子掉到地上 邦当一声 你也误导了吗 那我今天把杯子往地下一甩 为什么我不误导呢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秘诀在这里面 这叫秘法 秘法其实就是心法 心法的意思是说 你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达到很迫切 很了解 变成了一个残疾 把疑团变成了一个残疾 那这个时候 我随便讲两句话 随便骂了一下 你就误导 保证你误导 你如果还不到那个境界 那对不起 骂死你也没用 打死你也没用 这就是残门 很特殊很特殊很特殊的地方 如果我讲了这么多 讲了这么久 我这个秘密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你们还在门外面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你根本就还没有进到那个状态 没有进到残的状态 为什么没有进到残的状态呢 因为你的疑问太浅 小疑小悟 不疑就不悟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 老师说了就对了 好了你就没有疑问 当你没有疑的时候 你当然就没有误嘛 有一点点小小疑 奇怪 这好像应该不是这样 那小疑 那你就小误 你把它当做一个大事 这个不对 这个是应该是 不是说老师讲的不对 而是你自己的理解 跟你自己的知见 产生了一种 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刺激 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 跟刺激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残疾就产生了 产生残疾的时候 你眼睛一张 说不定你看到 你就破产不道了 这就叫做我们残 这就是我们残门的残疾 你们要抓的是抓这个东西 你们听我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讲这个文字 解释这个文字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对不对 世尊讲了49年 还是讲那个心 讲了个半天 越讲越糊涂 残门其实也很简单 你只要按照老师讲的东西 你把心掺进去了 很快就破产了 所以这个就是心法 所以你说这个项居士 跟二组两个通一封信 他就误到了吗 你现在还有一问吗 有一问 好很好 你就参 就变成了一个疑团 变成了疑团之后 然后变成疑情 哪一天你回 哪天你的家里面 说不定你就地上摔一跤 被你老婆拿棒子一打 一骂 你说不定当下就误导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老婆 你老婆说不定 就是你的残尸 我们骂小孩 小孩子回你一句 他就是你的残尸 你不要看家的小狗小猫 踢他一脚 他给你回头一点 他也就是你的残尸 所以为什么 山河大地都在给我们说法 这是我们主持讲的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山河大地 都在为我们出广长蛇像 就是你跟他相应不相应 你的心硬到哪里 你的心有没有ready 你的心ready了 你看到什么东西都可以破产无道 不一定要听到强某人来棒喝 这就是残尸 这就是残门的奥妙 我讲来讲去 讲了一年的课 就在讲这个奥妙 你们还是听不懂奥妙 还在那边搞文字 还在那边说 强老师什么时候打残啊 我来进你的残堂 那其实你的课都是白听了 你在家 你只要听到我一句话 一顿棒喝 你在家都可以自己破产无道 哪里不是残堂 山河大地哪里不是残堂 所以一个我们残门的思想 残门的观念 残门的看法 是跟普通的人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讲六根门头 你们就不要去 去这个执着这些名项 拜托拜托 越执着名项 你们是越破不了残的 这很重要 你要从文字 而让你产生的疑问 从产生疑问 而产生的思想 产生的思想 然后产生了残 到最后再碰到六根门头的时候 你就破残 就整个误导的程序 就是这样 说的简单 其实非常简单 说的难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多少的出家人 多少的在家人 从一生之力 他都破不了残 多的是 所以 你没有抓到秘诀 你没有抓到秘诀 不管你出家在家 都没有用 你抓到秘诀 不管你出家在家 都有用的 有用的是法 不是你的相 二十段 六成不恶 环同正觉 自走无为 愚人之腐 就是我刚才讲的 六根六成六四 人言经里面讲的 二十五元筒里面 六根六成不恶 你去 有的是从眼 耳 鼻 舌 身 意 等等 都可以 十八种 六根六成六处 加起来十八种 十八处都可以误道 就看你误的是什么道 如果你是 小鼻子 小眼睛 那你就得阿罗汉果 如果你是 大鼻子 大眼睛 大遗 大悟 那你就破残误道 那你就是我们 残门的 简直心 所以方法是一样 心不一样 心量不一样 心术不一样 心法不一样 心的结果也不一样 环同正觉 所以呢 我们六足大师常讲的 不是善不是恶的时候 你的心在什么地方 自走无为 愚人之腐 自走无为 无为 就是不愚去 造作一个东西 非要进禅堂 然后 没有禅堂 你就破不了禅 误不了道 这个就不对了 你要跟我学的是 学破禅误道的方法 你进了禅堂 听到我的棒喝 也不过是 助你一臂之力而已 事实上是你自己要修 这些都是 知见错了 那你就离道 就很远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禅门 越来越有意思 但是呢 懂的人越来越少 法无异法 忘之爱足 将心用心 起非大错 这个也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禅门 我们就只讲禅 对不对 也是一样 那么 法不顾其 因缘而生 你不要忘用你的心 不要错用你的心 我们在还没有悟道之前 我们吴主大师讲的 不见自信 学法无异 学法无异 就是累积一点资料而已 所以呢 这个我们学佛 不管你在家出家 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功课 就是要想办法去让自己能够在体悟 能够在宗上 宗下 修行上面要体悟 没有这个机缘 那你是跑到了佛学院去了 跑到了庙里去了 然后你用功 每天在那边翻字典 每天在那边 你很用功 没有错 但是那个是教门的东西 那个是没有办法 让你去体认真理的 你也不可能智慧入海 你一开口就怕错 一开口就要去翻个字典 那你 坦白说 你就废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 以为这个非常精进 每天在那边做这做 事实上 不管你是出家在家 学佛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学习 想办法让自己去破产物道 一旦你了悟了 破产物道之后 你不一定要去当和尚 你在司法上 你在科学上 在各行各业上 你都可以较较 是为较较者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了这个智慧以后 你永远是在各行各业的领导 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甚至你有很多的创建 这个是我们学禅的主要目的 学禅的主要目的 不是要你去当和尚 当然你当和尚更好 而是你每一个人要开启了你自己的智慧以后 然后在各行各业里面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那说不定 你是在哪个行各业 你是男的女的小孩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产生很多的智慧 这个是我们的智慧 是我们追求的根本 出家在家 那是你的因缘 你想出家就出家 你想在家就在家 那是你的因缘 对不对 Anyway 三十二十二段 迷生极乱 物无好恶 一边一切两边 良由真所 我们在讲的迷跟物 迷跟物是有两个 有个很重要的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叫迷 什么样的情况 叫物呢 这个 迷勒菩萨 曾经这个 徐医老上 到多算内院去问迷勒菩萨 什么叫做 他问的是什么问题 智跟事的区别 那么大家都知道 弥勒菩萨讲的是为事 那为事最后的根本 也是要转世成智 那我们禅宗 直接了当 就直接 也是要转世成智 也是要求智 所以佛教 最终的目的是要大家都有智慧 你有了智慧 你就可以好好地做一个 做一个法处法位的人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是哪一行就哪一行 那么迷勒菩萨就回答他了 分别是事 不分别是智 这个是虚音脑上的脸谱里面有写 他去在地中间去问这个迷勒菩萨 智跟事的区别 我们禅门 是追求智 大波罗经也是讲的智 智慧的智 波罗波罗命 波罗就是智慧 我们最后就是要佛教的根本 就要每一个人都要产生智慧 都要从智慧来启用 那么方法不一样 有的从事入手 你从事入手 那你自然会产生迷 迷惑的迷 为什么 因为世间太多太多的事情 那你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叫迷 物呢 你产生了智慧以后 你就有一个分别的智慧 你就有一个妙观察字 你有一个平等性字 你有一个成所作字 你有一个大言尽字 这个是从你的色身来转的 所以叫转世 陈治 我们六祖大师说 转七名而不转七十 转七名不转七十 不是说你破产无道 你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妖怪神通 我有个学生在旧金山 问我一句话 把我笑的 他说老师 他说什么事 他说你不是说我破产了吗 说是 看你的状况是破产 他说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神通呢 为什么我现在跟佛菩萨不一样 我就笑 你以为你一破了餐 你就有神通出来了 你就马上就 马上就什么书都懂了 就什么都那个 不是 所以很多很多人 他的那个知见 有时候讲出来 实在是让你又生气又好笑 迷跟物 这个物的本身 它虽然有大有小 那么但是呢 它的让我们产生的智慧 就让我们不要落到两边 智慧 智慧的意思就是 你要看清楚事情的本末 要原由因果因缘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你如果不去执着 你就算是物 那这个物呢 就只能算理上的物 理论上的物 理论上的物就是 你读书 懂了 懂了 这个物 也是一种物 这是文字上的物 这是理论上的物 那你要实修 你如果没有经过实修 没有真正的破产 那个不叫正物 所以 所以这个 讲这个 讲禅宗呢 有很多东西 大家讲不清楚 那么23段 梦幻空花 何老把琢 得思 是非 一时放却 梦幻空花 我们讲得很清楚 无眼而必舍身意 无色 圣相 未出发 无眼界 乃至无一世界 无名 无名 乃至无老是 亦无老是境 无苦其没道 都会背 对不对 金刚级也讲 一切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有位祖师 他就读到这里了 诶 无眼而必舍身意 无色身相 未出发 他一想 不对呀 他用手自己摸一摸 明明有啊 鼻子在这里啊 眼睛在这里啊 耳朵在这里啊 而明明有啊 为什么心经说没有呢 诶 出击了 我们读心经 读了这么的倒背如流 我们没有出击 我们没有产生 任何的反应 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只是会背 我们会懂 我们会讲解 你的心 没有跟他相应 哪一位祖师 他一读到这边 诶 奇怪了 无眼而必舍身意 他就自己摸摸自己 摸摸自己 明明有啊 为什么经常说没有呢 疫情就产生了 这个疫情产生不得了 打翻天了 到最后悟到了 有人读心经可以悟到了 有人读人前经可以悟到了 有人读人眼经可以悟到的 为什么 他不是把它当作文字在看 他是在想 这个里面到底他讲了什么意思 心跟他相应的没有 产生了疑团了没有 如果我们读经 产生不了疑团 如是我闻 每天都是如是我闻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保证你绝对不破产 我们不是否定 世尊讲的话 我们是要从世尊里面讲的话 从他语言的背后 文字的背后 去体会 反思我们自己 反思我们自己 为什么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那这个叫参了 对不对 你参参参参到最后 一切都是空的 那你怎么知道是空的 因为你破参了 破参你见到空了 你见到空了 知道一切都是空的 否则的话 你怎么是空呢 人家说梦幻泡饮 梦幻泡饮没得很的 很多人是喜欢 在梦幻泡饮里面 每天把自己麻醉 在梦幻泡饮里面 在幻想自己成佛 自己破参 自己悟道 自己怎么样 每天都没幻想 什么梦幻泡饮 梦幻泡饮没得很 所以 残门 的心法 你们要学 要听 要听懂 我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一直在讲的是心法 眼落不睡 朱梦自除 心若不亦万法亦如 这个 他就讲这个 白日梦 眼睛如果不睡 朱梦自除 眼睛不闭 他就没有做梦 哎呀 眼睛不闭 那白日梦更多了 对不对 真的眼睛 说瞎话的太多了 所以 为什么 佛法 跟大家不相应 因为 因为 你没有 用你的心 去领悟 去跟这个法相应 所以你一直把它当作文字 看一看 金刚经会背 心经会背 这个经会背 那个经会背 你有功德吗 有 人天福报 二十五段 一如体源 如而望源 用万法奇观 复规之来 就是说我们 起相用 我想 我在 这一年里面 跟大家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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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强调 学禅 学法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分得清楚 什么叫体 什么叫相 什么叫用 佛法 世尊讲的 有的是在讲本体 有的是在讲用 有的是在讲相 所以 常常很多人 会搞混 搞混 对不对 一下体 一下相 一下用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分得很清楚 那你的佛法 就基本上 应该是原则上 是不对 是没有 是不错的 我以前跟一个学生常常讲 我说佛法 最重要的 就两句话 就缘起 星空 星空缘起 什么叫缘起 星空 我们今生 来到这边了 我们投胎了 我们变成人了 对不对 佛法能文 人生难得 你已经变成人了 而你又听到佛法了 不管你是生在哪个家庭 不管你是长得什么样 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管你是有钱没钱 不管你是什么样 这个都是你的配套设施 所谓的配套设施 就是因为你的因缘 过去的因缘果报 而产生了你今生这一世的 这一期生命里面 你所要扮演的角色 你是扮演男的 扮演女的 你是扮演谁的爸爸 谁的妈妈 谁的儿子 谁的女儿 谁的男朋友 谁的女朋友 谁的什么 什么 这个是素式因缘 而产生的一个剧本 这叫缘起 因为有了缘起 所以你才有还业 欠债还债 这个理论 然后你才有你自己的愿力 你要成佛 你要度众 你发了愿 发了愿当然要给你一个 练习的机会 这叫缘起 缘起信空 缘起是从法相来角度来讲 你能生出来了 生成一个人的样子 这叫法相 但是你在修学中间 你要吃了很多苦头以后 你才发现 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假的 婚姻也是假的 钱也是假的 这个也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到最后到头来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那是因为你吃了苦头了 如果你没有吃的苦头 你还甜蜜蜜的了 好得很 对不对 世间红尘多好 我们说红尘多 这五卓二四 有很多人很非常非常的迷念红尘 舍不得红尘 所以缘起 要知道信空 然后在信空里面 要懂得缘起 你今天即使悟到了 破山悟到了 见到了空性了 你还是人呢 你的命还没有完呢 你还有家呢 你还有儿女呢 你还有四房 你还有亲戚朋友 你还有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的 世间的寧缘 没有聊 信空 缘起 所以即使你悟到了 破山了 悟到了 你还要回过头来 在你的余生里面 去聊你的业 聊你的缘 你要懂得 如何来处理这些缘 所以你才能够产生 你的厚得志 没有人破了山悟道就走了 也有了 躲到山里去了 所以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 我们佛法的东西 所以depend 你在哪个程度 在哪个境界里面 并不是说 睁着眼睛 落不睡 梦就自除了 心落不易 万法易如 这个是主识了 对不对 主识 可以睁着眼睛 睡觉的 我们众生呢 就睁着眼睛 做白日梦 二十五段 一如体源 刚才讲过了 如果你了解的体像用 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 就是这一个基本的原则 你没有搞错 那么你的善缘 恶缘来的时候 你就不昧 应过 该来的一定会来 该走的一定会走 躲不掉 跑不了 所以你就 平心静气的 接受它 明起 所以不可方比 直动无动 动子无子 解生命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在解生命经里面 解生命经里面 主要是在讲 小圣的 小圣的心 跟大圣的心 我们看经典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是看小圣的经典 你看到心这个字的时候 它是代表着六四七四跟八四 如果你看大圣的经典 那么你看到心这个字 是讲八四 这个是解生命经里面解释的 解生命经里面讲说 过去在讲阿罕的时候 世尊开始说法的时候 为什么讲的心 心是包括了六四七四八四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小圣的行人 他的知见不够 他的学识能力不够 他的心胸很狭窄 所以世尊不能跟他讲 太多的大的东西 后来有大圣菩萨道出来 要回小巷大的时候 世尊就要讲得更清楚了 他说心 其实不是只是八四 心分成三个东西 事实上是四个东西 五四六四七四八四 在解生命经里面讲 心是流转 永远流转 不会停 即使你翘了辫子 进了棺材 你的心还在那边 动 说不定变成鬼了 变成游魂了 你还在动 你陆定了 陆定在那一动不动了 你心还是在动 你即使到了四三八定 你的事还是在 所以小圣讲五庭心观 我常常讲他 说五庭心观 光这个名字就不对 心怎么停呢 子动无动 动子无子 根本就没有停止过 解生命经解释 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心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我们残门 残想的是以旺来指 我们要用一个旺 来取代一个旺心 你说掺一个话头 是不是旺心 本来无一物 你掺什么话头 旺 对不对 没有办法 那要以这个旺 来停止另外一个旺 所以叫做以旺来指旺 我们的心很杂乱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把我们的心 集中在一个点上面 执行一处 只要把我们的心 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方 比其他的旺心 就没有了 以前有一个 道家在修行 我们洛杉矩有 邪梦外道很多 有个朋友 他在修 修什么东西呢 他在修这个 很奇怪的修法 在这个 在房子里面掉一个东西 然后用眼睛 瞪着那个东西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把心力集中起来 我说你这个就是 我们马祖道一的方法 马祖道一 悟到以后 回到四川成都 人家说 哎呀 这个马祖道一可不得了 是大祖师啊 大家都来看 看他时候 邻居就讲了 这个不是当年 穿着开装裤的 这个马大 马波鸡的儿子吗 他爸爸是做那个 波鸡 又把竹子 编成篮子的 那个竹鸡 马波鸡 马波鸡的儿子吗 当年穿着开装裤 我都见过他 这个我们 马祖道一啊 天哪 实在是摇摇头 所以他说 悟到不管相 管相道不相 然后呢 马祖道一要走了 他的嫂子 他的嫂嫂 也是没读过书的 嫂嫂就说 你既然是 这么了不起的大师 那你教我一个 悟到的方法 我很笨 我没有读过书 但是我希望 能够得到智慧 马祖道一就说 好 可以教你一个方法 你就在你的床头上啊 用根绳子 钓一个鸡蛋 钓个鸡蛋 你每天就看着鸡蛋 每天就看着鸡蛋 什么事都不做 每天就看着鸡蛋 哪一天这个鸡蛋讲话了 你就可以悟到 我们很多人都在笑 这个忽悠众生嘛 对不对 他对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像你们读过很多书的人 我告诉你说 回家绑着鸡蛋 那你一定会笑死我了 强陌人在胡说八道 对不对 因为你们所智障太多了 你们读的书太多了 我们看不起这种 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结果呢 他的嫂子 就果然就在家里 拿一个绳子 绑一个鸡蛋 以前的鸡蛋呢 它里面是有小鸡的 是有胎黄的 是有受过孕 现在的鸡蛋 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孕 所以不可能有小鸡 小鸡也不可能讲话 这古代的那种鸡呢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养的鸡啊 小鸡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鸡蛋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小鸡的 小鸡就在里面 孵孵孵孵孵的差不多的时候 蛋一破 小鸡就出来了 所以 有的蛋是有鸡的 所以他就跟这个 他嫂子说 你只要把这个鸡蛋绑起来 你就每天看 每天看 哪一天这个鸡蛋里面 小鸡长出来了 小鸡讲话了 你就破产无道了 结果呢 他的嫂子就 拿一个鸡蛋绑起来 每天看 每天看 看得非常的专心 马乳道医的目的 不是要他看鸡蛋 而是要他用看鸡蛋这个方法 来把他的心 能够集中在一个点上 这叫做 一望 指望 所有残门的方法 都是一望 指望 叫你掺个话头 也是叫你一望 指望 这个 说出 说白了 就不值钱了 对不对 不说白的时候 就很值钱 这个我记得 我看那个南禅七日的时候 南禅七日 南老师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啊 以前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 在江湖上有一个教 特别神秘 这个特别特别的神秘 要怒教的人一定要是两耳 两口 两耳 就是口耳不相传 就是我只可以跟你讲 也不可以给第三个人讲 非常神秘 要怒了教才能告诉你 没有怒教就不能告诉你 那南老师就很好奇 他就怒教 怒了教完了之后 然后呢 那个人就要告诉他 秘密是什么呢 他就对了他 对了南老师耳朵 悄悄地说 南莫观世音菩萨 南老师就笑起来 这叫密语 这一笑就不灵了 人家还当真了 他就灵了 奇怪了 一望只望 这天下很多事情 都是精神的问题 都是心理的问题 宗教也是解决心理的问题 对不对 心不安嘛 心不安 把心拿来 给你安了 他安了没有 天知道 所以 我们 常常讲 这个 这个 讲这个 残门的 残门的修法 是非常非常的 奇妙 27段 两极不成 一和有二 穷极 究竟穷极 不存诡则 我们这个祖师啊 写的这些 这个什么 写的这些 经论 写的这些 这个 祖师语录啊 都是说过来 说过去 说过来 说过去 还是要跟你 用很多 用很多语言来跟你说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不跟你说过来 说过去 他就不值钱了 你不值钱 你就不信了 你不信 你就 就这个法 就不灵了 所以 他就必须要 编一个信心名 我现在告诉你 秘法 你们学了这个秘法 你们就可以 破山无道 你们就可以 怎么样 大家开始 信 然后就听他来 讲法 他就说过来 说过去 讲过来 讲过去 讲得大家 糊里糊涂的 最后他就说了 两极不成 一和有二 穷极就是 不成鬼子 法无定法 对不对 你们想要求一个法 马上破山无道 法无定法 法无定法 法无定法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你用什么方法 都可以破山无道 换言之 你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够破山无道 这叫法无定法 它有正面 有负面 所以你解释的时候 要从正面解释 从负面解释 去理解 这有很大的区别 不存诡则 我们今天讲的是信心名 信心名 我如果按他 一个字 一个字去解释 我相信 那就不是禅宗了 因为他话中有话 文字的背后 还有很多深深的意义 这个意义 是看什么人 什么样的情况 去领悟 跟解读 你才能够相应 否则你没法相应 好了 弃心平等 所作俱行 弃心平等 你一定要 要 相 这个心 要跟这个法 要相弃 相弃 就是要印 相应法 我们佛法 讲 八万四千种法 那到底要学什么法 相应 就是你的法 不相应 没有用 那你相应 有的人 他心理邪 他就跟邪法相应 有的人心理正 他就跟正法相应 这心法的相应 你要看正邪 静诸者刺 静默者亨 那么所以 正性调直 你必须要 把正知见 调好 首先你要 弄清楚 是不是正知见 是正知见 你是不是相应 如果相应 那就 你的心态 就调整好 心态调整好了 再来学佛 再来参禅 你就容易有成就 翻过来 第二十九段 一切莫留 无可记忆 虚名制造 不劳心 不要起 忘恋 一切莫留 莫留 无可记忆 这个就是在讲 我们的所知上 学佛的人 怕自己的学问不好 所以拼命读书 拼命读经 拼命听演讲 拼命上网 拼命到处找资料 结果 你看 你没有一个 正确判断的能力 你好的也吸收 不好的吸收 东听听 西听听 对的也听 错的也听 然后你就搞不清楚 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不分别 结果呢 就反而把你自己害了 尤其在残残的时候 你进到了残堂 如果所知障太重 而不能够把它打掉 基本上来说 你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 都会出问题 我给你们举过一个例子 举过一个例子 我在西安打气的时候 有一个法东师大的一个博士生 来参残 他书读的很多 读博士 书读的很多 然后呢 这个 对残的东西呢 也是西方的 又是这个 又是那个 西方有很多的真残师 假残师 写的一大堆 很多都是见闻觉知的东西 他就把它当作是悟道 你们要注意啊 很多西方学者写的东西 他是在讲他的见闻觉知 而不是在讲他的悟道 那你把他这个当作是悟道 那你就误会大 他在打残 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突然 他在初中的时候 读的一本书 讲到一个 一个西方的一个水讲 你在紧要关头 你就把它放空 放空 两个字 跑出来了 诶 初中时候读的书 就记住这两个字 叫放空 好了 他就在那边 突然就脑袋冒出 这两个字 他就撒住 话头也没有了 也丢了 他就想怎么放空 好了 这一下子 他就拾掉了他破产的机会 下课的时候 小参我就问他 你刚才怎么回事 他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 我说这就是锁字杖的作祟 所以在打坐中间 在参产的中间 如果产生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妄念 不管是谁讲的 不管是人家怎么讲的 这些东西都跟你无关 你不要去执着 你一执着 对不起 你就失掉了这个机会 很重要 千千万万要注意 一切末留 不可记忆 不可记忆就是 不要去 不要去这个 在禅堂里面 去背你的书 背你的经 突然想起来 心经讲的就跟我那时候 第一次打气的时候 那个可以来了 我问他你的信在哪里 他说不生不灭 我说什么东西不生不灭 跟我扯什么蛋呢 我们在参禅 不是要你背心经 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胡搞下搞 不懂 又不听 第三十段 非适量处 事情难测 真如法界 无他无志 真如法界 如果你真的是破绽无道了 那你见到了自己的空性 法的空性 你的自信的空性 这个都不是 你可以用脑筋去想 不是你书上可以读得到 也不是你能够想出来的 这全部是实证 实证的境界 不是你用八诗 用六诗去猜的 也不是用想的 也不是去背 多不是实证 就是实证 所以实证是非常的重要 第三十一段 要及相应 为言不二 如果想到要跟法相应 不二皆同无不包容 你就一定不能够有 有这个二性 所以二性就是你在参话走的 的时候 你不可以有第二个性 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参话筒的时候 最重要很多人不太懂 参话筒的时候 他就会常常会动很多的念 强老师是不是讲过 应该要怎么样做 参了参了 强老师好像已经讲过 应该要怎么样做 好像哪本书上讲的 那就是你二性 对不对 所以参话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 是训练你的心 能够集中在一个链上面 能够集中在一个链上面 集中在一个话筒上面 这样子 你很快就可以破产五道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在常常里面 成天在那边坐在那边打不算一下 我们这边 有这个西来寺 那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团体 佛光 佛光 佛光学会 国际佛光会 全世界遍布几大洲 他们这边 交禅 有法师这边交禅 有人跑去 在大雄宝殿里面 交禅 感知也够大的 他居然在 这个释迦摩尼佛 这个大佛像下面 居然跟大家讲什么 你们只要身体不要动 脚不动 你胡思乱想 什么东西 他都不管 居然在 我们四尊的佛像下面 敢讲这种话 这种叫做打禅 这种叫做参禅 这种叫做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团体 我们佛法还有希望吗 谁在胡搞 我的学生告诉我 我真的是笑不出来 气得都快吐血 真想上去给他凉耳光 还有种 还有胆子 还敢在大雄宝殿里面 带大家打残 教大家打残 32段 十方智者揭露此中 终非出言一面万民 十方智者 在十方所有想要求法 想要得到佛的智慧 想要了悟佛所说的空心 想要去体验 证悟佛所说的这些法门 都会到产中来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 就叫做这个英雄到老 借归佛 英雄到老 借归佛 到了佛门 佛门里面还有八万四千 这种法门 那你还要搞清楚 你佛门里面的哪一门 我们现在讲禅宗了 对不对 所以讲当然禅宗最好了 对不对 那别的宗派不一定同意 别人念佛 一句念一句佛 就你看就了生死了 多好 多便宜 骗死人不赔钱的 对不对 终非出言 一念万年 这就是你这个 这个禅宗 你只要掺上了话头 只要你印了鸡 那基本上一念万年 你这个种子下去了 生生世世 你都是残门的人 无在不在 十方目前 七小同大 忘觉境界 没有在跟不在的区别 十方世界跟眼前一样 最小最大的都是一样 一切的境界不存在 都断绝了 就换句话说 忘觉境界 我们讲的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当你心形触灭的时候 我们 不会去执着 大事 也不会制作小事 没有什么大事 小事 残禅 的奥妙 是整个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心心 然后你做各行各业 都看别人怎么这么笨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这么简单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理解呢 就过不了这个关呢 奇怪 我有时候真是很生气 看了学生 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关 你都过不了 真是气得我 棒子拿起来就打 极大同小 不见边表 有即是无 无即是有 残禅 不耍嘴皮 像实证实修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不能够大妄语 非正严正 就是很麻烦 以前有个学生 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 也让我最生气 有两个学生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美国 然后呢 这个他老兄啊 太聪明 他很观察 我们叫他掺花头 他就观察 别人破掺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 他就斜着眼睛这样看 看人家怎么破掺 他就模仿了个动作 模仿了个动作 等到我棒子打到他了 他就哇 一叫 我就说你叫什么 叫也不叫 叫得像 像个猫 猫叫村一样 臭马一顿 我说你以为你骗得了我 香港还有一个更有意思 我在香港打残的时候 那个那个是包包什么 那个叫他 他就 他在香港很多学生 他带了很多学生来餐餐 结果那个学生就炸糊 炸糊 假装破掺 我在那边 有人破餐了 然后呢 居然有一个小男生 他也在那边大叫 叫的声音很勉强 不太像 后来我就问那个宝珊 说你去问问你的学生 他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后来宝珊回来跟我讲 他问了他那个学生 他的学生说看人家教授 他也教一下 那宝珊把他痛骂了一顿 这就是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有就是有 没有就没有 不要自欺欺人 现在残门 非常非常坏的风气 你如果没有破过餐 他怎么混呢 怎么去当老师呢 怎么去骗钱呢 怎么去开班呢 自己吹啊 我是灵济中的 我就是棒合法门 我就是怎么怎么 就怎么地 他也不知道 从网上看的 从哪里书上抄来的 就在那里 稀里糊里瞎搞 这个世界 末法 我是不承认末法 这个世界 实在是让人 非常的失望 因为 整个世界的颠倒 就从价值观开始颠倒 因为西方世界 不承认有因果 不承认有因果的时候 他就胡搞 瞎搞 因为他没有因果 因为没有因果 胡搞 瞎搞 所以世界就乱套了 乱套了 大家都搞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政治 哪个是政见 搞不清楚了 整个乱套了 第三十五段 若不如是 必顾虚守 一切一切 一切即一 如果不是这样 一定不需要用心 使手 一切一切 一切即一 但忍如是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信心名 结束 信心名 就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大家 怎么样修行 在早期的 残门的主持里面 大家要知道 参话筒是 宋朝大会搞以后 才有的事情 宋朝大会搞以前 大家残门的修行 都可以说是 虾猫碰瓷老鼠 摸着石头过河 每个主持都在那边 想尽办法 来破自己破餐 想尽办法 让徒弟们破餐 信心是有 方法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法无定法 每个主持都不知道 稀里糊涂就破餐了 奇怪 就这样就破餐了 所以 这个 残门 它很特殊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还谋不清楚 尤其是日本 日本把我们 中国禅宗 古代的禅宗的禅堂 统统搬到了日本 我看一个电影 叫日本的 叫什么 叫什么市 它就是完全是用的是 我们里面的规矩 里面的布置 全部是我们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禅堂的布置 但是里面打的禅法 却完全是错误的禅法 完全是错误的禅法 所以日本 它也只能到此为止 它把我们中国的文化 全部都倒走了 把我们的中医 全部倒走了 中国所有的文化 都倒走了 变成他们日本 就是一个禅法 他们倒不走 所以 心法 很重要 心法 破餐的人 其实我们在放下 有好多破餐 就比如说像宝林破餐 那我就问他 你自己破餐 你有把握让你的 同学或者其他人破餐吗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自己破餐 也许可以 但是你要他 讲出一套道理 悟出一套道理 去引寻 去引导别人破餐 那还要有相当的火候 相当的火候 才行 否则的话 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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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 今天 新西名 总算就把它结束 东拉西策 他法无定法 他既然法无定法 也许可以